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欢迎收看北溪Buddy 我是Tommy 好几个月前呢 就是因为我家人介绍 所以来到这一间吃 然后吃了之后 嗚 有点惊为天人的感觉 里面有一些菜式 看似普通吃下去 你会觉得 哇 好吃的哦 今天有时间就抓紧机会 带家人来这一间餐厅吃了 OK 然后顺便介绍给大家 然后这一间餐厅呢 就在巴胜的加烂光博法这边的 桂林鱼翅酒家 当然今天我们不是吃鱼翅了 我没有这样多budget 今天是带大家来这边教菜吃饭 这边你要吃很高级的鱼翅啊 鲍鱼啊那些都有 但是你要吃很平民的教菜吃饭都有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是教菜吃饭 真的 里面有几样菜式是非常好吃 老板娘想要问一下 你们这边开了多久 多久啊 有几十多年了吗 有几十多年了是不是 哦 OK OK 嘿 没有错啦 今天我们这一个北溪Buddy吃美食 是有赞助赏 我们的赞助赏就是 安然汉症管 安然汉症管 管内结合了先进的纳米技术 远红外线等等的高科技 让你只是坐在里面都能汗如雨下 大家都有听过 排汗如排毒这句话吧 所以每次流完汗过后 都会有种通体舒畅的感觉 那就是因为部分体内的读书 都被排了出来的原因 安然汉症管 在Pukitlingi、Sedia Alam Potac & Moaning都有分行 随时都欢迎你来预约时间 流一身汗 正所谓懂得吃也要懂得排 把毒素排出来 身体健康才能吃得更多嘛 诶 没有错啦 谢谢我们的干爹 安然汉症管 OK 哎呀 今天很可惜啊 这边有十大名菜 就是他们最出名的一些招牌的菜 但是因为我是突然间要来排的 所以我原本想 他这个满腔丑盖饭是要预定的 所以我今天就没有吃到他的满腔丑盖饭 我也是听人家讲这个丑盖饭是很好吃 但是一定要预定 不过现在他说饭就没有了 鸡就有 所以我们点鸡咯 诶 我要那个 松仁炒鞋 还有就是回锅肉 招牌炒蒸食鱼 你的话是隆大鱼来的 还是你要红轴 红轴咯 红轴鱼 然后鸡咯 我点了炒松仁 啊炒饭 你们的炒饭也好吃 鸣鱼仔 鸣鱼仔炒饭 对 鸣鱼仔炒饭 不够我们再点 好的 谢谢 好运 因为他们有一个顾客 他们有订了那个鸡饭 但是因为他们今天就有包多一点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中的 可以试一下味道 这个鸡饭上次我来就没有吃 但是我有吃到它的鸡 但是我没有吃到它的饭 所以今天要来试一下 这边有一道菜是令我魂牵梦牛的 就是这一个松仁炒蟹松 这松仁炒蟹松呢 它就是拿那种螃蟹肉 然后跟蛋丝 然后一些松仁这样子的东西炒在一起 炒到干干 然后拿来配生菜吃 很香 很好吃 因为那个蛋啊 跟那个蟹肉那些啊 这样子炒在一起 因为有一点点小小的油 不会太油 然后再配合那个生菜这样吃起来 简直就是清脆又爽口 很香 不能再来多一个 然后这个是加了辣椒的 而且这一道松仁炒蟹松呢 是每一个人来这边必点的一道 然后如果你想要开胃的话呢 你们可以先吃他们的这个冰菜 他们的一个鱼皮冰菜 那个冰菜冰冰冷冷啊 然后上面有一些那个脆脆的这一个 炸鱼皮 然后再淋了一个芝麻酱 这个是很开胃的一道菜 今天是实在太好运了 原本我没有预订的这一个鸡饭 因为有人有订 所以他们有多做 所以还有一分钟的我们可以吃得到 所以我先单单吃它的饭 它的那个饭 可以吃到松松软软这样子 然后它不会太干 也不会太适 那个米粒你可以吃到很松哇这样子 而且它也不会太油 然后那个香味恰到好处 要少少芳酱 比较有 该有的香味 都很香 大家可以不要 那个饭的质感很好 松松软软这样子 吃鸡饭怎么可以少得了鸡肉呢 然后它的文昌鸡也是他们这一边最出名的 那总之就是它的鸡饭跟鸡肉都是出名的啦 哦很好吃哦 它的那个鸡肉 它的那个鸡肉是用丑在 所以当当有 然后真的我喜欢它们这边的那些调味 它不会太咸 它那个鸡的酱油又刚刚好 鸡肉的鲜味全部都有在 很好 你看它的饭 我没有配其它的菜啊 我都吃完一碟饭 都忘记它这个姜葱的那个酱料来试一下 我不是一个酱料派 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普通的那个鸡肉已经很好吃了 如果加那个葱油呢 我就觉得有点小油了一点 但是如果没有那个葱油的话 我就觉得很好 很好 它的东坡肉也是他们的桂林十大名菜之一 所以我说这边它的调味很好 所以它这个回锅肉也就是东坡肉 也是很好吃 而且它的那个酱料啊 浓浓稠稠 又不会太稀 刚刚好 你看到那个酱料里就很开胃的 而且那个肥肉是你不知不觉中 就不见了 完全感觉不到那个肥肉的存在 因为太太软 然后跟那个瘦肉一起这样吃下去 好吃好吃 这边除了它的鸡饭好吃之外啦 它的鹅鱼仔炒饭也是我极力推荐的 东坡肉 中坡肉 中坡肉 鸡饭 鸡饭 然后上面还有鸡饭的香脆 还有鸡蛋 然后酱油香味全部炒在一起 是完美的一道炒饭 但是今天我敢保证 桂林的这个鸡鱼仔炒饭 是很好吃的啊 你喜欢吃鸡饭还是白饭 那个炒饭 白饭 白饭 你是想吃白饭多一点 哦 那个也是喜欢 那个也是不一样的味道啊 对啊 它们的招牌炒鱼 然后你可以叫龙灯啦 也可以叫这个红轴的 哇 喜欢吃豆腐的 一定很喜欢这一道 很海角人的那种炒法 又有点像是家庭式的 然后炒到黑黑那个酱油 然后跟那个豆腐炒在一起 很像豆腐的味道 然后那个鱼的味又很鲜 也是非常好吃的一道 三百七十九块九 我觉得是合理的价格范围 所以你们看我今天介绍的东西 所有东西我都讲好吃的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之前来吃过 我觉得好吃的 所以我才介绍给大家 然后这一间桂林鱼饰酒家 我相信 无论是我们这种年纪的啦 年轻的啦 尤其是老人家 我相信他们都会很喜欢这一间 桂林鱼饰酒家的那些食物的出品 因为我觉得它的味道是适合大众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来吃一些宴会啊 然后如果你家里有人生日啊 想要搞一点小宴会啊 两餐做的这边应该也是可以的 你想要吃高级的东西 这边有 桂架的东西这里有 你想吃平民一点的东西 这里也有 OK 大概就是这样子啦 不过大家要记得我 如果你们吃太多的话 我们要怎样咧 我们当然要排毒啦 是不是 排毒要怎样咧 第一就是要运动 第二就是吃 supplement 第三 你们可以去黯然汗针馆 流一身汗 把身体的毒素排出来 就更舒服的啦 下一次可以去吃更多好吃的东西 所以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干爹 黯然汗针馆 赞助我们这个节目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如果你们是从YouTube看到的话 就订阅我的频道啦 旁边有个订队 按下去有最新的影片 你会终会知道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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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